國內通膨持續 十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在颱風帶來好雨的影響下 豬菜水果價格大漲 而且肉類還有外食 房租也還在高漲 再加上以哈戰士推收有料費 十月的CPI年增率 百分之三點零五 再度飆破百分之三 創九個月以來新高 將現烤出爐的貝果一一剖半 接著抹上奶油及明太子醬後 噴槍處理 香氣四溢 而另一邊的蛋塔也注入 滿滿的焦糖內餡 只要放進大烤箱後 一小時就大功告成 只是這些烘焙業 常用到的原物料 像是麵粉 糖 雞蛋 奶油等成本 不斷飆升 讓業者咬牙苦撐 那以糖跟奶油來講 大概都提高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那長最兇可能還是雞蛋 大概有三到四成左右 我們會盡力吸收這個成本 主機總處發布十月 消費者物價指數 在颱風帶來的豪雨影響下 十月CPI年增率從九月的百分之二 點九三擴大到百分之三點零五 衝破百分之三 創九個月以來的新高 雖然十七項民生重要物資年漲 百分之三點四七 漲幅持續趨緩 但外食費年增百分之四點二一 仍處於高檔 房租年增百分之二點二零 也比九月更高 此外在高級期的影響下 國內出口也再次翻黑 根據財政部最新的統計 十月出口三百八十一點一億美元 較去年同期減百分之四點五 累計前十個月出口值三千五百五十 十點九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百分之十二點九 財政部表示即便十一十二月有望再轉正 但因為今年以來國際景氣低緩 庫存調整壓力仍在 加上海外客戶下單轉趨謹慎 預估全年出口將衰退一成 恐創近八年最大的跌幅 記者我有張國良 特別報導